这一节我们要看RLC串联交流电路 就是说这个交流电路上面 有电阻器、有电感器、有电容器 这三个元件串联的一个交流电路 那么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是电源 这个电阻器、电感器、电容器 那么我们现在看 假如我们加于这个电路的电源 是个交流电路 交流电源 那么V是它的正弗 后面这个是cos omega t 假定是这个 那么当然这个是随它的polarity是在变化了 不过我们写正负号就是表示某一瞬间 这边是正这边是负 某一瞬间 那么同时呢 这三个串联的元件 因为有电流通过它们 于是它们都有电位的降落 那么这个是顺势的 这个电压也是顺势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假设 电阻器的两端 它的电压是VRt VRt 那么VRt呢 VRt 那么它的正弗 它也是一个正弦 不过它 它这个地方就不一定是 这些就不一定是cos omega t 它可能有一个相差 有一个相位 那么这个顺势值 它有一个正弗 这个正弗呢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正弗 就等于IR 电流 就是总电 这个电流的正弗 乘上这个电阻 那么VL 这两端 的电压也是顺势的 那么它的正弗 是这个 它的正弗 就是等于电流 乘上XL 那么VC呢 这正弗 就是I乘上XC 这是我们前面 都讲过的 好 现在我们 要做第二步 第一步就是我们 假设这些 假设出来了 第二步呢 我们就画这个向量图 这个向量图 那么我们首先呢 因为这个电压 加于这个串联的元件 所以呢 这个整个电路的 经过这三个元件的电流 是同一个 同一个 因此我们就先画这个电流 大家都是这个电流 你就任意画一个 一条 一个箭头 这就代表电流的 政府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要画这个 画这个 这个政府 电阻两端 顺时电压的 政府 因为电阻 我们前面讲过 电阻气两端的电压 跟电流是同向 同向 相位相同 因此它是这个方向 那么 VR呢 也是这个方向 VR也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画 这个VR OK 再来 再来我们就看 因为 电流啊 同一个电流啊 这是同一个电流 电感器来说呢 它是电压 超前电流 超前电流 或者电流落后电压 因此 VL 90度 而且是90度 电压超前电流 90度 所以我们就把 VL 就画在这个 I的 前面 这是90度 OK 好 然后这个呢 电容器 电容器 它是电压 要落后电流 一个90度 所以我们就把它 画在这边 那么 到底VL大 还是VC大呢 那这个不一定要看 实际上 你这个 RLC的 这个 要看LC的 值是多少 那目前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就假设 假设VL 比VC大 的话呢 我们就画 这个比这个大 OK 于是啊 于是啊 将来啊 这个向量图 比如说 它的 从这里 从这边到这边的这个 V 它的电压的振幅呢 应该是 这三个 VL VC跟VR 这三个向量的 向量核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要求向量核啊 我们就先把这两个 因为它大 因为它是方向相反嘛 所以 它减掉它 就是这么大 然后这个呢 再跟VR 求它的向量核 就是V 好 那么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啊 因为我们已经 假设V是等于什么呢 VCosin Omega T 而I呢 它是 因为 从这个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V超前电流 一个phi角 I呢 是落后电流 一个phi角 这是我们 假设VL 大于VC的情况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 电流的顺时值 把它写成I 乘上cosin 那这里是cosin Omega T 减phi 因为它 落后电压 一个phi角 那么 这个phi呢 还不知道 等等 要从这个 向量的值里头来 求出来 好 那么 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 这个向量值 求出来 向量值 是等于 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大小 跟这个大小 一样 这是直角 所以呢 V的平方 是等于 这边的平方 加这边的平方 因此 V呢 就等于 VR的平方 加上 VL-VC的平方 再开根号 就是V 那么 我们再把 VR 这个值 VR VL VC的值 带进去 带进去 OK 那么 我们这里 把电流 大家都有个 电流的平方 提出来 就变成I 这个 然后这个值 我们根据 这个 它的政府 政府之间 要满足欧姆定律了 所以呢 V就等于 I 乘上Z 这就相当于 电阻 这个电阻 我们就把它写成V 我们称它是 这个电路的 impedance 阻抗 Z就等于 这个值 这个就是电路的 总组抗 总组抗 OK Z称为 电路的 组抗 impedance 单位也是欧姆 我们再看 求电流 正幅的大小 与相差 这个 正幅的大小 我们已经 求出来了 对不对 刚刚 求出来了 这个 相差 V跟I 之间的相差 电流 电流的大小 是等于 V over Z 就是这个值 V over Z 刚刚是 V 等于 I Z Z等于 这个 电流是等于 V over Z 就是这个值 那么相差呢 Phi 我们可以用 tangent tangent Phi 是这一边 比上这一边 那就是V L -V C over V 那么 Phi 就等于 actangent的 这个值 那么 我们再把 这些值 带进去 再把 这个I 分子分母的I 约掉 就变成 这个值 或者是 我们把 这个 这个 这个是Omega L 这个Omega C分子 一等等 带进去 那么 我们就可以 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那这个 X呢 就是代表 这个分子 Omega L 这一L是大L 这怎么写成小L 应该是大L 大L -XC XL-XC 这个叫做 总电抗 Total Reactance Z呢 叫做 Impedance 这个叫 Reactance 好 现在 我们将 刚刚求出来的 电流 它的正伏 跟电流 与电压的相差 带到 这三个 这 这 这种电流 然后 电阻 两边的电压 电杆 两边的电压 跟电容器 两边的电压 带到这个 式子里面去 我们说 I刚刚不是 假设它是 这个呢 因为它 跟V之间 落后一个 FY角 就是这个 现在把I 带进去 I I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太长了 所以我们还是 选V over Z 那么这个角 里头的FY 就是这个值 或者是这个值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 把这个I 带到VR里头去 VR VR跟它同向 所以这也是 Omega T 减 Phi 那就变成 这样的一个值 I就是变成V over Z 那记住 这个Z 跟这个Phi 就是这些值 如果你这些 Omega 什么都知道 RLC都知道 这值可以 求出来了 那个时候 你再带进去 就不会说 那么长 那么VL 它是超前 I 90度 I是这个 它超前 它90度 因此我们 就可以写成VL 等于它的 正幅 那这个地方 就等于 这个角 再加一个 二分之排 那我们可以 把这个 写成 用 写成 就写成这样 那么这个 XL呢 I就用V over Z 带进去 XL 就等于Omega L 那么VC 是落后 I90度 因此 VC 就是等于 这个是正幅 那就等于 这个向脚 减掉 二分之排 那么我们把 XC 跟I 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的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 I VR VL VC 这些 顺时值 好 以上我们所求的这些 是刚刚我说过 我们假设 VL 比VC 大 所以这个相当图 画起来 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 XL比VC 小的话呢 那么它的图 应该是这样 这个 比这个大 VC 比它大 然后这两个 先做向量核 就变成这个 于是 这个跟V 这两个向量核 才是V 对不对 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看到 V在这里 这是我们假设 V 大家都一样的 就是假设V 是这个 那么 电流呢 这个时候是 超前V一个φ 所以 这个地方是 cos ωt 加φ 刚刚是减φ 现在是加φ OK 好 现在我们看 串联电路里面 有一种状态 叫做共振态 共振态是什么呢 我们看它的这个 total impedence impedence 是这个值 那么它的电流呢 是V over Z 就是这个值 好 现在我们说 假如啊 这个 这个Omega 就是我们 驱动这个 电路的一个电压 我们可以改变它 这个是小频率 可以改变它 我们让它 可以令它 是任何值 当我们令它 是某一个值 Omega 等于Omega 零的时候 Omega 零的时候 这个值 等于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 会有 以下的状态 Omega 等于Omega 零的时候呢 这个 等于零 等于零 于是 Omega 零就等于 因为这个 这个是零嘛 所以Omega 平方 就等于 Lc分之一 Omega 零就等于 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电路啊 我们称它叫做 共振频率 因为它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 当这个等于 这个的时候 这一项 你看这一项 不就零了吗 对不对 这一项 里头 不管你是正还是负 它平方以后 一定是正 所以说 当这个等于零的话呢 那就表示 这个分子是最小 分子是最小 那就是 这个分数是最小 这个 这个数是最小 那就是它的 Impedance等于零 Impedance是最小 不是零 最小 然后它的电流啊 因为它最小 电流就有最大值 就有最大值 所以在共振群 的状态之下 这个值 这是零 所以它就是R 这就是Z的minimum 那么I呢 就等于这个 V of R 这个是最大的电流 所以我们现在要记得 串联 电路 串联电路的主抗 这是共振状态 在共振状态下 串联电路的主抗 有最小值 而电流的振幅 有最大值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是XL 这个是XC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共振就是什么 XL等于XC 对不对 就是这个 不是XL 就是Omega L 等于 等于这个 对就是XL等于XC 好 那么 那么 这个要看你的 Omega Omega等于Omega 0的时候 XL等于XC 好 我们现在看 假如 在这些式子里面的R值 有我们假定 R R1 R1比R2大 又比R3大 这是R1 R2 R3 这个电阻 电阻越来越小 这个比它大 这个比它更大 这个比它更大 这样子的话 那么在共振态的时候 共振态就是 它这个电流 会趋近一个极大值 对不对 是这样子 R2的时候 它的吉他值 比这个要稍微大一点 因为 R2 比R1小 分母 比较小 所以比较大 那R3呢 更小 所以它 更大 是这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看 一个 我们看一个 立体 下图 是代表一个串联电路 向量图 怎么还没有出来 这个向量图 向量图 那么它的R呢 就是这个串联电路 电阻 电阻是300欧米 电杆 是0.9个Henry 电容 是2.0个Microfarad 它的 角平率是1000个Radiance 现在要求 现在要求电流 跟各元件 电压的顺时值 电流 就是IT 还有VRT VLT VCT 这都是顺时值 那么我们现在 先把这些正符 求出来 这个是电感器的正符 电感器的这个 Reactors 它是Omega L Omega L 那Omega是这个 L 是这个 对不对 它就是900欧姆 XC呢 是Omega C分之一 那你把Omega跟C带进去 是这么多 然后 它的Reactance Total Reactance呢 是 因为 现在是 XL大于LC XC 对不对 所以 是VL-VC VL-VC 那么就是等于 I 乘上XL-L XC I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是它的正符 三个正符 电感器的正符 电感器电压的正符 这是电容器电压的正符 电阻器的正符 现在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 VL 本来是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这个 换成 IXL VC呢 是这个 可以换成 它等于它 可以写成这个 这个 V是 I Z 那么 就等于说 我们另外可以画一个 一个图 只有 只有这个 你把这个换一换的话 换成这个的话 大家都有I 对不对 我们把I 拿掉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有I 我们就是 取它的 I分之一倍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 XL 那这个就是XC 这就是 V V呢 这个地方就是 Total Impedience 所以我们以后啊 不需要 不一定要画这样的一个 电压正符的相应图 我们可以画它的 画它的 总组抗 或者是 总电抗 电抗的一个相应图 这个跟这个一样嘛 其实都一样的东西嘛 XL VL VC 就画成XL XC 等等 然后从这个图啊 我们就可以求什么 求Z出来了 Z就可以求出来 就是说 我们呢 知道这些以后啊 你不真的要画这个图 我就画这个图 那我就可以把Z求出来 Z就等于什么东西呢 X 这就是X 这就是X 这是400 X就是 XL 减FZ 就是这个 XL 减XC 你看 900减FZ 500不是400吗 对不对 加上 300 R是300 R是300 所以 这个总组抗 是500欧姆 500欧姆 然后这个角呢 然后这个角呢 角就等于 这一边 被这一边除 这个值 就是它的 Tangent Phi Tangent Phi Phi就等于 Tangent X over R 等于53度 这个求出来了 这个也求出来了 那这个问题里面 这个问题里面 因为啊 XL大于XC 所以它这个 Reactance 总电抗 大于0 这种状况之下呢 就是 整体电路来说 它就属于电感性 那么 这个 电流I 就是所有的 元件 都是同一个电流 因为它们是 串源电路嘛 所以电流 在电感性里面 在纯电感来说呢 经过纯电感的 端电压 是电流落后 端电压90度 但是它超前 电容器的端电压 VC90度 这个我们要记住 等一等 我们就要用到 现在我们假设 交流电源的电压 是这个 V Cosine Omega T 那正幅呢 是50个 伏特 50伏特 那么 我们从 前面导出来的 I 是等于V 被 被 Impedance来出 Impedance 我们已经算出来 是500个欧姆 所以呢 电流的 正幅 就是0.1 安培 有了电流的 正幅 那我们前面 也算出来 这个向脚 是53度 那因此 电流呢 电流呢 电流 它现在 落后 这个 总电压 总电压 一个 phi 角 那么 因此 它的 ID 就是等于 电流的 正幅 称 Cosine 叫Omega T 减5 减53度 这 Angers 那么 VRT呢 它是跟 IT 同向 所以 它是 Omega T 它1000T 减53度 的Cosine 角度 这个也是 所以这个 就是把 IR 带进去 就好了 IR 带进去 I是 0.1 安培 R是 100 欧姆 VLT呢 它的 正幅 是这个 正幅 那么 把电流 乘上 这个SL 是900 那就变成90 然后呢 它的这个 角度啊 它要比 电流 它比电流 超前 有没有 I超前V I超 I I落后V 所以V 是比 I要超前90度 超前90度的话 我们就是 这个 Face 就是用这个 Omega T 减53度 加90度 所以就是这个 然后VCT呢 正幅是这个 但是因为它 它比电流 落后 就是电流 超前它 那VC 就落后 电流 90度 那就等于 这个角度 再减90度 就是这个 好 那么 交流电路啊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以下呢 我们就来介绍 并连交流电路 并连 好 像这样 我们把电阻器 电感器 电容器 三个 这样并连 跟电压并连 那么并连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它的特性就是 每一个元件 两端的电压 两端的电压 是什么呢 相同的 电流 电压相同 那这个时候 电压相同 那经过这个 电流就 就不同了 这三个电流 加起来应该等于 总电流 好 现在我们假设 V等于这个 还是V有共同值 我们假设 经过电阻器 电 经过这个 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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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电流 分别是 经过电阻的 电阻的电流 是 Irt 经过电感器的 电流 是Ilt 经过电容器的 电流 是 ICT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分别 求出这三个 就这个 我们假定是这个了 然后这个 我们不是说 这三个 都是等于 正乎 乘上 cos Omega T 或者加5 或者是 如果电流 知道的话 现在是知道 电压了 我们还不知道 电流了 电压 电流 这个 经过 他们的电压 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 这个电压 跟这个 电流 这是电感器 对不对 电感器的话 那就是 电压超前电流 这个是 电容器的话 是电流超前电压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 正乎 这个正乎 就是V over R IL就是V over XL 或者V over Omega L 这个我们都 前面都讲过 这些正乎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假设 它的瞬间电流 是这个值 我们现在就把 这些 向量图 画出来 向量图 怎么画呢 你看 我们刚刚讲过 它是三个元件的电压都相同 所以我们先画这个V V先画 然后啊 我们就说 电流的电源 电流 就是因为 经过电阻气的电流 跟经过电阻气两端的电压 是同向 所以它的向量就是 也是朝这一边 也是朝这一边 OK 好 然后 我们现在把IC就画在这边 经过电容器的电流 它的正乎 画在这里 电流画在这里 那我们 电感 就画在这里 因为 它现在是 电流要超前电压 因为电感器是这样子 电容器是这样 电感器呢 它是电流 落后电压 那么这两个 谁大谁小 我们 不知道 你要知道这个 电感器的电感 是多少 电容器的电容 是多少 你才知道 那现在我们就先假设 IC大于IL 于是这个图就变成这样子 这边要比这边大 这边大 OK 这是我们在假设成绩之下 画出这个比这个大 OK 好 那么我刚刚说过 I 跟它同向就画在这里 对不对 那么 IR跟VT是同向 电阻器 电阻器两端的电压 跟电流是同向 IL呢 电感器是什么呢 电感器是 电压超前电流 90度 或者电流超前电压90度 那就是在这里 那就是在这里 OK 这个我们刚刚都讲过 这是落后 在这边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几何关系 这总电流 总电流就等于这三个 ICIL IR 这三个向量的 向量和 好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相解 因为这方向相反 然后它跟它 做向量和 就得到I 所以I就等于这个值 你再把ICIL I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好 从这个图 从这个关系里面 我们就知道 那这个值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Z分之一 因为电流是等于 电压被 总阻抗来除 所以这个应该是Z分之一 那么这个φ角呢 就等于 Uctension的这一边 除上这一边 就等于IC-IL 除上这个 就是这个值 也就是这个值 刚刚我讲过 Z呢 就是这个 从这个图上面 我们先画向量图嘛 向量图要根据这个画嘛 然后从向量图上面 求总电流的值嘛 然后求这个 电流跟电压之间的 向角 向差 然后求出它的 Total Impedience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假定了 V是等 VT 顺势值等于 大V 称cos Omega T 那电流超前 它一个φ角啊 电流超前 它一个φ角 那就应该等于 I Omega T 加φ 对不对 然后IR 跟电流同向 所以它就是IR的 它的 Ampitube 乘上cos Omega T 看看 I OK 好 我们是说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经过电阻器的电流 这个是总电流 电阻器的电流 是跟它的电压 两端的电压 同向 是这个 是Omega T 不是这个 是Omega T 然后呢 电感器的电流 要落后 电压90度 所以它是等于 IL Ilt等于IL cos 因为 VT是cos Omega T 它落后90度 就是这个值 IL的 超前 VT90度 所以它就是等于IC 这个地方是Omega T 加90度 OK 这以上的是 我们假设IC 大于IL时候的结果 如果IL 大于IC的话呢 这个图要另外画 就变成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 求这些东西呢 还是同样的 用这个步骤 可以求出来 那么我们上次得 I等于这个 是假设IC 大于IL的时候 是这个时候 如果IL 大于VC IC的时候呢 向量图 是像这个样子的 像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电流啊 我们假设这个是V Vcos Omega T 那就要等于Vcos Omega T 减File 其他的 也是步骤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共振 这个是并延电路里面 电流电压 跟种阻抗的关系 它的种阻抗就是这个 这我们刚刚讲过 好 当我们驱动它的频率 变成Omega T Omega 0 等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可以使得这个 扩弧的值等于0 就是XC-XL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 这个关系 OK 那共振频率呢 大小跟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串联共振频率 大小是 形态是一样的 好 这个时候 并连共振 它的特点就是 因为这个等于0 我先看这个 这个等于0 那 这个根号 这个值就是最小 分母是 这个最小 分母最小 分数就是最大 所以它主抗有最大值 就是R 这个0 这个就是R 那把这个 带进去 这是R 那VR呢 V V 这个是R V over R 这就是最小值 因为 这个是最大值 分母最大 分母最大 那么分数就是最小 所以 病年共振的时候 种主抗有最大值 电流呢 有最小值 好 以上我们介绍的 是病年 交流电路 啊 啊